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那我們這輪課呢 是這個維基噴 你們都知道這個詞彙 Calculus 它這個字根是跟結石石頭有關的 原因是因為以前的人計算的時候從石頭來計算 所以這個詞彙本身就帶有 這個嚴重計算的學問的意思 那你可能也已經知道 它大概可以分成幾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 decreation 還有呢 這是微分的意思 另外還有積分 integration 所以微分跟積分 那當然還有其他 你說為什麼還有其他呢 這個還有其他原因是因為 其實微分跟積分是想法 是一種想法 那這個其他是為了讓這個想法 具體也被實踐 嚴格被實踐 所以呢 一般的微假或微異 多半是著重在前面這個部分 就告訴你這個想法計算如何啊 大概的想法大概是什麼 它那個點點點的部分會談的比較少 那我們的話呢 可能點點點的部分會談的蠻多的 所以請大家要有個心理準備 好 那麼這個歷史的起源是什麼 你們都學過中學數學或小學數學 所以你想提對數據應該都相對的了解不少 不過我們還是從頭的回顧一下 這個人類歷史的發展裡面 對數字的一些看法 這個數字先從數字開始 在這個古代呢 古西亞的時代 這個數字就被想成是一個長度 是一樣的東西 這是古代喔 特別常叫是古代 古代的時候 所以呢 長度呢 你先選一個長度 比如說這個長度叫做一單位 那你有一單位之後 你就會有兩單位 你就把兩個長度併在一起 我畫的圖不是很精確 這是兩單位 你也可以拿三個併在一起 就三單位 那以此類推 所以把長度呢 不斷的用單位疊上去之後 你會得到了正整數的觀念 有個正整數的觀念 那這個呢 這個符號 我們會大量的使用集合符號 那我相信在我寄給大家的信裡面 已經有提到有一些參考資料 我不知道你們看了沒 參考影片 其中有一部分呢 是關於邏輯跟集合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大概不會重新講 我不會在課堂上重新講 如果你已經看過了 那恭喜你 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趕快找時間把它們看一看 它們這樣簡單 但是我們所有的符號跟論證的方式 都會用裡面所講的 所以這個n呢 叫做natural numbers the set of natural numbers 整數的集合 正整數 自然數的集合 在我們的自然數裡面 我們的約定是沒有0 有的人會說0也可以 那我們的約定這個符號 就代表1234這些東西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剛才是不斷的疊加上去 不斷把東西堆疊在一起 你也可以反過來做切割 所以你可以拿 比如說呢 這個一單位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另外呢 隨便畫一條線 隨便選個方向 拿三單位 堆起來 111 這是1 那這個小學 或是國中可能學過 就是你把這個線連起來 以後得到一個三角形 然後你可以利用詞規做主呢 從這個點呢 畫一條 跟這條線平行的線 你可以畫一條平行的線 你可以畫一條平行的線 畫一條後得到一個點 所以你得到一個更短的線段 那這個更短的線段呢 在比例理論來看的話 你就知道它是這個線段的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線段 我們就把它想成是三分之一 那當然以此類推 你也可以拿長度是2的 我畫得太好 我隨便畫了 你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你可以做個平行的線 如果這是1 這個長度是1的話 那這個長度呢 就會變成三分之二 所以這個都是人類本來就熟悉的數字 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 你就會得到所有的正的 有理數 那我們沒有用特別的符號來給它 來做記錄 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我會用Q然後大於0 來代表這個東西 它是the step of positive rational numbers 這個有理數這個名稱是個錯誤的翻譯 其實它是從ratio這個字根來的 是從比例來的 只是它剛好跟後來我們講的理性 這個詞位是一樣的 但它也沒有那麼錯誤啦 其實這兩者是有一些些觀點的 我們不特別去講 這個是古代人熟悉的數字 如果有同學們去醫院讀了一些科普書 或是關於數學歷史的書的話 大概就會知道說 後來他們就發現了 不是在有理數裡面的數嗎 對不對 比方說 不在有理數裡面的數 根號2 大家知道根號2 那是因為有異式定理 異式定理 異式定理 異式定理說 如果你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麼兩虎 兩虎的平方呢 和呢都會等於斜面的平方 那當然你要問一個問題是說 古代人怎麼了解平方這個操作 古代人了解平方是把它想成面積 所以當我知道有一個長度叫A的時候 其實這個A平方呢 它是想成是一個正方形的面積 然後正正方形的兩邊是A 有一個面積 它把強這個東西 那V平方呢 就是以V尾邊長的正方形的面積 C平方就是以C尾邊長的正方形面積 所以這個等式是在告訴我們說 那整個面積加起來一樣 那你要了解就是說 這個你已經從我早的時候 接受到現在的事實 在古代人看起來並不是非常顯然 最早的時候在西亞人以前 很多民族都知道這個規律 它是一個經驗規律 那西亞人呢第一次寫下 其實也不是後來有發現別的民族也有 但是大致上你可以說 他們是第一個寫下一個完整的證明 去說明為什麼這三個面積加起來 它不是這樣的關係 這個A的正方形 B的正方形面積加起來 為什麼會等於C的正方形面積 因為表面上看起來 你要怎麼樣把兩個正方形加完之後 弄成一個新的正方形 這不太容易 如果你可能在中學 也多多知道我這麼一回事 所以你知道我這麼一件事之後 他們就發現說 那我就拿剛才的B單位長 畫一個直角三角形 當作兩谷 那這個斜邊呢 這個東西它就不是一個有理術 古代人是透過一個比較迂迴的方式 來知道說其實這個斜邊 它不可以寫成一個有理術的樣子 也就是說 它不可以實現為 把一壓先堆落乾杯 然後再把它分割 分成幾等份 它沒有辦法被實踐 那它是透過一個幾何論整的方式 後來呢 我們有疊的方式 你們在中學裡面可能有學過這個 你們說呢 這個東西有分套二嘛 對不對 那問題就是說 分套二是有理術嗎 所以你可以說不存在 這裡有一個事實 這事實是說呢 不存在 我盡量不講用根號二只有符號 什麼叫根號二呢 那是你知道有一個東西 平方一是二以後才可以去看的東西 那其實古代人發現的事情是這樣 他說呢 沒有辦法找換一個有理術 平方一是二 這裡已經出現有理術了 實際上我也可以看正有理術 那符的話 想想大家知道它是什麼感覺 那為什麼不存在呢 中學的時候 你有想過這個論證 論證的方式大概是說 如果 那證明是說呢 如果啦 假設有一個有理術 假設有一個有理術 使得 這就是我們要給C 使得呢 C平方呢 是二 這樣嗎 我們可以假設 這個A跟B的最大公因數是B 對不對 你可以假設這個分數是一個最簡分數 這個符號是最大公因數 不是坐標的意思 好 那這樣一來呢 從這個式子出發 你就會得到 這個A平方分之B平方要乏2 對不對 那你整理一下就知道說 B平方要是兩倍的A平方 接下來你怎麼去認證呢 你是利用整數的性質去認證 對不對 你先去看 他們的直因數 好 也是看兩邊的直因數 因為你知道呢 整數有唯一分解的性質 所以呢 如果你把B唯一分解 把寫成直因數的乘積 A也寫成直因數的乘積 你會發現呢 左邊有偶數的直數乘在一起 右邊呢 會變成有基數的直數乘在一起 對不對 因為平方嘛 對 偶數的直數乘在一起 那這個A平方有 偶數的再多一個2 好 你基數的 可是因為直因數 把一個數字寫成直因數分解 是唯一的 只有一種寫法 所以這個基偶可以有差別 所以這個等式會造成很好的 好 這點點點就是我不會把它寫下來的意思 所以你回去想 好 這是高中的論證 對不對 高中的論證是這樣 所以你發現一些事情 就是說要說明一個數字 2 它沒有辦法寫成任何別的數字等平方 把這個題材實以為常的事情 如果你要寫一個數學上的論證的話 它其實必須要用到一些整數的性質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 一個整數 這個整數可以唯一寫成直因數的成績 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你們並不真的非常了解是為什麼 有興趣了解的同學呢 我們之後會在這個 一些影片資料裡面提供給大家 這個關於數的整數的部分 你可以去看一看 只要告訴你說任何一個敘述 數學上你已經習慣的敘述 真的要講清楚的話 它必須要用到很多別的東西 好 所以這樣告訴我們說 如果要用長度來想的話 有超出有儀數這個世界的東西 當然負的優理數我沒有特別想 因為負的最長的是扣掉的意思 你把一個線段的長度 從另外一個線段扣掉 這樣叫做減 那如果你拿短的去扣長的 就得到反邊的那個長度 那叫做負的優理數 所以你會有numbers 有這個優理數以外的數字 如果你把長度當數字 那就會有優理數以外的數字 那你就會說 那這個優理數以外的數字是什麼呢 有人會想說 這是實數線嘛 這是實數 real numbers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課裡面 前面會花很長一段時間 在探討real numbers的性質 就實數的性質 會花非常多的時間探討 你會說 那不就是實數線嗎 有什麼好探討的 我們就是會告訴你說 它確實有非常多 你以前不曾想清楚過的 你沒有想過的 或是沒想清楚 我想錯的的性質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見到real numbers 叫做are the step of real numbers 我用這個符號 用R來代表 因為real的關係 real 所以大概你可以這麼想 我中間也稍微跳了一個東西 就是整數 我們從這個正整數出發 它一個東西叫整數 就像我們從正優理數變到優理數 這個中間有一個 它一個東西是整數 我就把它小小的寫在這裡 整數 這個整數的集合叫做z z是取整數在德文裡面的第一個字 整數就是拿正整數或次來數相減 它們的x叫做整數 所以你大概可以感覺到 我們一點串的包含的關係 我們有這個自然數的全體 這個集合 它是整數集合的一部分 因為正整數本身都可以實現為 一半一小的兩個正整數的x 這樣整數都可以放在優理數裡面 對不對 當然正整數可以放在正的優理數裡面 這個優理數我們感覺到 應該上面要有一個東西叫實數 然後要叫實數 而且你感覺到這兩兩之間呢 雖然有包含的關係 但是它是真的不相等 這些都是不相等 好 那麼 請問你在實數上面還有什麼 中學有學過嗎 複數 我同學講複數 在實數的上面有個叫複數 Complex Numbers 你也知道是不相等 那實數呢 在你看來就是那條線 對不對 那Complex Numbers呢 就是平面對不對 複數平面 這裡面的元素 這裡叫b的話 那這裡有叫i 對不對 高中的時候用這個Complex Numbers 然後你發現呢 平面上的點 可以賦予它加減乘除的操作 讓它變成一個好的代數的語氣 好 這個是我們這堂課會著重的重點 但是呢 有些時候我們會走下走上一陣子 好 那有的時候呢 我們會研究實數往上走 往復數的地方 有微積分是什麼 它的東西就叫負面海數論 可以得到很多有意思的結論 我們也可以從實數往下走 看看實數跟有理數中間 還有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比方說 有些很有確數字 除了有理數以外 有一種東西呢 叫做代數數 那我這個地方證的是實代數數 這個符號是很要緊 有一個叫做QBar的東西 它叫做the set of 它有就Break Numbers Rio它有就Break Numbers 那有實代數數當然就有一般的代數數 等一下我會解釋它是什麼 這個上面呢 有一個東西叫做QBar 它是在負數裡面 就叫做elgebraic Numbers 什麼叫做elgebraic Numbers呢 QBar就是收集所有整細數多降式的根 整細數多降式的根 就叫做代數數 那實代數數就是 是一個整細數多降式的根 但是又在實數裡面的這種東西 舉例來說 在負數裡面這個i i它就是一個代數數 因為i平方是-1 所以i平方加1等於0 所以它是x平方加1等於0的根 這是一個整細數多降式 所以i是一個代數數 但是它並不是一個實代數數 因為它是實數 那根號2呢就是一個實代數數 因為根號2滿足x平方-2等於0 所以它是一個整細數多降式的根 那為什麼考慮代數數呢 原因是因為 有理數可以想像是整細數一次多降式的根 比如說2分3就是3x-2的根 那5分4就是5x加4的根 所以你既然考慮一次整細數多降式的根 你可不考慮更高次的整細數多降式呢 所以你發現有更多的東西 而且這個是不相等的 就像剛才講說 對就是一個實代數數 但它並不是有理數 那複數也是一樣的 在這個複數的世界裡面 剛剛有很多i的例子 那一個很有名的問題是問說 拍這個數字 它到底是不是一個代數數 不是它是一個實數 所以它是一個實代數數嗎 這答案是不是 也就是說拍不是任何整細數多降式的根 那你要想一下這句話是不是很容易 這句話其實是很不容易看出來的 因為呢 整細數多降式有無限多個 那當你說拍不是它的根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拍帶到無限多個 整細數多降式裡面 就發現不是0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算你拿一個整細數多降式 如果我拍帶進去 我仔細說出它不是你的根 仔細想一想 就會發現好像沒有那麼顯 比如說有一個整細數多降式 一次的好了 細數有正有負 那我把拍帶進去 你要說它不是0 你在怎麼說 所以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不過加上來 如果大家學習的進度夠快的話 我們可能會在這個課裡面 就告訴你為什麼 還不是任何整細數或降式的根 換句話說 我們會說還是一個超月數 就是不是帶出去的東西 就叫做一個超月數 英文叫做Transcent Echo Number 好 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能也不會有吧 對不對 這可能小學都知道的東西 除了最後一段 小學都不知道 那 前面講這個素性 是要給大家一個感覺 我們說數字 這個數學是研究數字跟形狀的學問 那形狀呢是什麼 你說有直線啊 線段啊 三角形啊 多邊形啊 圓形啊 這形狀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形狀呢 是你肉眼看到的東西 那人的眼睛呢 是很不精確的隱形 所以人的眼睛是某種光學隱形 所以你看那個複形的時候呢 是經過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什麼樣的過程 你要先有個複景 可能在紙上 或是在自然界裡面 然後呢 光呢 射到這個物體上 以後反射進到你的眼睛裡面 進到眼睛裡面還不打緊 你要透過這個感光細胞 噴到光以後 產生一些電流 經過身體的神經系統的傳導 跑到大腦裡面呢 就很複雜莫名其妙的產生 你現在對這個圖像的感覺 所以那個你覺得很顯然的東西 它其實經過一個非常非常複雜的過程 那有什麼理由 是你要把這個非常複雜的過程 當作是一切的基礎呢 不見得有什麼理由 非得要這樣不可 那你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 是幾乎你從小就習慣了 你從小呢 其實是透過非常多的經驗累積 去適應了 這個環境所帶給你的圖像的衝擊 適應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這些經驗呢 擴大到生活中別的地方 比如說你可能看到杯子 然後你感覺到杯子上面看起來圓圓的 感覺是這樣子 或是說你有一天看到圓形的東西 你會覺得說 我可以拿它來跟我以前看到的圓形的東西 做一個比較 但是這個是你前面經過了好多年 可能你還沒有記憶的這個前兩三年 出生以後這兩三年的累積不斷的形成 然後後面的不斷去磨練這種技巧 它並不是一個最根本的東西 它是一個你習慣的東西 那就有點像是什麼 有點像是你在小學的時候 背九九成法 九九成法呢 其實沒有什麼道理 它就告訴你說 那些東西真的驗證過了 就成完就是那個答案 然後你把它背起來 就背九成九個 那麼多個 你把這些東西先背起來 背完之後呢 以後你遇到他們的時候 你不用再重新的 比如說二成三 你並不用拿六顆豆子 然後把它排成二 然後排三列 這樣子 然後再一個一個算中後 一二三四五六 你並不用重新這樣算 而是你把它背起來 那你說它沒有道理 它沒有任何道理 它是讓你把它背起來 背起來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再把前面這段功夫再耗背一次 那數學也是 我們等於是重新建立你一套 學習的系統 思考的系統 這段時間呢 就是要讓這個系統深化在你的內心 從此以後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九九成百 一樣 來思考事情 來做計算 好 那 大家回到這個呢 幾何的圖像 幾何的圖像是不精確的 可是我們剛才講的東西呢 雖然是從幾何的圖像出發 從三角形、線段 這些都出發 我們最後引出一個概念是數字 是數字 我們要討論的是 數字等加減乘除的運算 可能還有數字等比大小的關係 所以其實很嚴格的講 雖然說數學是研究數字跟形狀 真的想起來 我們只研究數字 所有的形狀呢 都是可以用數字來描述的 因為你發現剛才你看到這些圖像 全部都可以用數字來描述 那你可能會想說 欸老師 這裡只有出現直線啊 這個三角形啊 都是一些比較直的東西 比如說圓呢 怎麼用數字來描述呢 你國中應該 高中應該學過了 對不對 比如說以這個平面這樣的圓點 單位場的半徑做得圓的話 可以用方程式描述嘛 是不是用X平方加Y平方等於1來描述 對不對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 以前你比較熟悉的圖形 我現在其實可以用數字來描述 那會不會有一些東西是用數字描述的東西 可是是我肉眼看不到的圖形 有的 所以我們見到數學裡面 就是會接觸越來越多這樣的東西 他告訴我們說 我們確實一開始是受到直覺的啟發 受到這個視覺的啟發 但是呢 透過分析它裡面的很多結構 尤其跟這個代數結構有關 跟順序結構有關的結構 我們了解它的規律以後 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 靠用到更多的對象 肉眼可能不可見的對象 比方說 你們都聽過什麼 刀維度的空間 四圍五圍六圍這種空間 或是甚至不能彈維度的空間 我們可能可以用數學的方法來瞭解 所以這是我們正科 所要訓練的目標之一 就是希望你可以超多視覺的限制 那我們剛才呢 從這個直覺的實現出發 談了數字是什麼 大概以來的數字是什麼 我們要這樣子先回到古代 先回到古代人問的問題 所有數學問的問題 都是為了解決從前 數學發展出來的工具 都是為了解決從前提出來的問題 我們先來講一下面積好了 面積 Area 這個你會算面積的族形嗎? 正方形 正方形 橘形 對不對 正方形的話 面積是 如果邊積是A 那這個面積就是A比方 對不對 這是正方形 面積是A比方 那如果是橘形的話呢 A跟B 那為什麼面積要定成A比 對不對 那為什麼面積要定成A比 那是因為你覺得 你應該拿正方形來量橘形 然後你相信呢 在比例伸縮的情況之下 這個面積也應該是乘比例的伸縮 比如說你固定一個邊 然後把這邊伸縮 那面積也應該是乘這邊 同樣的倍率來伸縮 所以你知道它的面積應該定成A比 雖然這樣不是很嚴格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也知道三角形 這個就是一半 對不對 二分級的A比 你之所以知道它是二分級A比 是因為它有一個明顯的對稱 你感覺到這兩個半是一樣 所以你才說這二分級A比 例如是你把它規定成這樣 是你感覺到有這個對稱 然後你相信這兩邊面積應該要一樣 所以你才說二分級A比 那除了這些之外 另外就是可以用這種基本的圖形 來拼貼出來的圖形 比方說平均四邊形 你知道它是幾層高 因為你可以把平均四邊形 一邊切掉 移到另外一邊變成一個矩形 對不對 那除了這種用直線段構成的圖形之外 還有什麼 有同一說圓 那這其實會立刻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放了一個圓之後 假設我覺得半徑是1好了 請問它的面積是多大 面積是多大 你要想面積的話 你不要先想一個問題是 什麼是面積嗎 那我們剛才講 面積就是要用基本的圖形 來測量一個比較任意的圖形 你會的基本的圖形是 比如說方塊 所以你要想像的是 如果我拿1乘1的方塊來拼貼這個圓的話 我到底可不可以拼貼得了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圓呢 分割成好多的1乘1的方塊 那你可能會有感覺是 有限多個方塊是辦不到的 因為有限多個方塊在怎麼拼貼 感覺上都會做出一個有了有了小的東西 我們是圓 當然這個是個不精確的想法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 所以呢你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能做的事情是說 好 那我雖然拿有限多個方塊辦不到 我可不可以拿無窮多個方塊來辦到 但這時候就出現一個毛病了 問題 什麼叫做拿無窮多個方塊來做這件事情 這裡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 在我們講圓的面積是多少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有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只是我們以前不去正視這些東西 那我們必須要慢慢的正視它們 不過在那之前先問大家 我可不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來 圓的面積0大 怎麼看 有同學說把正方形切斜塞進去 比二大有什麼辦法 有可能塞進去 大家喜歡塞來塞去 不過我們用一塊來塞 比如說你可以畫一個正方形在裡面 對不對 你畫一個正方形長這個樣子 這四個是直角在調形 那它們的面積全部加起來多少 二嘛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這個圓的面積比二大 那你說它有比三大呢 因為你能背這個圓的面積是拍嘛 你知道拍是3.14多少 你可以知道它的面積比三大嗎 你有沒有方法可以知道它的面積有比三大 有人說用圓內結的正多邊性 所以古代人他確實這樣做 他就想辦法再分割 再分割 分割成分數器的樣子 然後他就再去算 想辦法算出這個面積是多少 做一個估計 可是你會發現光是要算這個面積 已經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回去自己試試看 剛才這個三角形的面積都是二分之一 比較容易算 但是這個斜線部分的三角形的面積 要算出它的大概的值 或是說用有理數來逼近它 可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還是可以辦到的 所以古代人是用這種方法 不斷的不斷的去逼近真實的圓的面積 應該是多少 可是這絕對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有圓的圖形之後 那你還可以算什麼圖形的面積呢 先回到圓 大家有個感覺 面積 如果你把圓的半徑變成二 那面積應該變成幾倍 你有沒有感覺說面積應該變成四倍 為什麼你覺得面積應該變四倍 有同學說因為正方形 如果把它強度都變兩倍 那面積就變四倍 對不對 你可以拿兩倍就能 是拿四個正方形疊在一起 對不對 那既然你是拿正方形來測量這個圓的大小 所以當那個測量的基礎變兩倍大的時候 編長變兩倍大 它面積變四倍 那圓的面積也應該變成四倍大 這是基本的論證 雖然這個論證不是很嚴格 但是你感覺到它有積可權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圓的面積叫做拍的話 那半徑是二點元的面積 或中半徑是R的圓的面積 你知道就是R0方胎 所以這是大家為什麼講說 圓的面積我會算 這個前提是你先相信胎是一個數字 你把它當作一個數字 至於怎麼去研究這個數字 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數字 那其他的面積就可以用它來表示 有沒有圓以外的東西的面積你會呢 或是用直線這樣構成的面積以外你會呢 有同意說拋物線對不對 這叫拋物線 拋物線的定義是什麼 有同意說 有一個條直線 先畫一條直線 然後畫了一個點 選一個點 我現在呢 搜集所有到這條直線的距離 等於到這一個點的距離的那種點 我把它搜集起來 比方說 我把這個點呢 從這個點出發 畫一條垂直線 然後把終點找出來 這個點到這條線的距離 是不是等於它到這個點的距離 對嗎 那有沒有別的點 滿足這個條件呢 答案基隆 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就像是這種感覺 因為我們旁邊走的時候 兩個距離都要變大 那不要它們兩個都相等 你收集所有這樣的點 描述的軌跡 就叫做拋物線 那這條線叫做它的整線 那這個點叫做它的焦點 我畫得太好 這個focus 這是它的準線 好 這是拋物線的定義 那麼 我們來問一個問題 假設我現在有拋物線 下面找了兩個點 A點跟B點 那我把這兩個點連線 畫得太好 連線 把連完之後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我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辦法 表示出這個區域的面積 有沒有辦法 表示出這個區域的面積 有沒有辦法 表示出這個區域的面積 什麼 一直切 要有切法 對不對 那我把它講得更精確一點 我們再來想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這樣的 我把這個弦連完之後 我做一件事 我從這個點出發 畫一個切線 畫一條切線 切魚就是拋物線 畫一條切線 像這樣 然後我從B點出發 也畫一條切線 我畫兩條切線 這兩條切線交在一個點上 這個點我把它叫N 把它叫N 然後呢 我們做一件事 我們把這個AB的終點 找出來 叫N 所以我找了終點 好 現在我把這個終點 跟這個切線連線 跟這個切線的交點連線 連住一條線來 交在這個頭部線上面 有一個點叫O 好 現在呢 我把這個 A跟B 會不會會連在一起 畫出一個三角形 這裡有三角形 我可不可以知道 這個區域的面積 這個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的幾倍啊 我可不可以看它的比例 因為就是說 三角形的面積我比較能接受 比如說 如果這個長度是一來未長的話 我可能可以算出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也許 那 我可不可以知道 這兩個面積的比例 這個 這個 這個很奇怪的 結出來的圖形的面積 跟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的比例 我可不可以知道 這個面積比 有不辦法知道 那你得先想一下 你得先想一下說 很容易嗎 這個問題 容不容易 這個問題是不是容易 他可能會怎麼做到 你得想一下這個問題 那我想這段 好 論是要告訴你說 這當然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這件事情是 古希臘人會做到的 所以去已經兩千多年前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這個答案可以算出嗎 不過在告訴你答案之前 我告訴你說 其實這個東西是 用來突顯出 古代人在算面積這件事情上 必須要下多少公租 可是我們現在 會有一套 完全不一樣的看法 來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呢 跟阿基尼的有關 跟阿基尼的有關 我們稍後會大致上講一下 他是怎麼做這個問題的 然後呢 在未來的課程裡面 你會感覺到 我們用別的辦法 怎麼來處理同樣的問題 我們先下課 10分鐘 10分鐘後 後面的鐘 20分鐘的時候 請大家回答 阿基尼最後呢 有提到這個拋物線 結面積 求結面積的問題 那講得精確一點 就是我們想要了解 這個比較大的 結面 用黃色 曲線 還有這個直線 這條直線 圍繩的這個區域的面積 跟裡面這個斜線 三角形的面積 他們的比例是多少 當然 古代人呢 是非常厲害的 他們在有危機跟發展之前 就得到很多的結果 比方說 比方說 他們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 這個歐點呢 是 m 的終點 最近這兩個線段長 是一樣的 但我畫的剛好是比較接近一樣 但實際上還是一樣 還記得嗎 就是拿這兩個點 做切線以後 找到第三個點 然後拿這兩個點 ab點的終點 m 跟他連線以後 交互物線以一個點 歐 這個歐點會比較好 是m 的終點 你可以想 再用你的高中知識 假設你不用做標的話 怎麼樣可以看出這件事情的對 這還挺背功夫的 那不只這樣子 他還告訴你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你從歐點 也做一條切線 也做一條切線 畫的不太好 一條切線 這是切線 切線畫出來以後呢 會得到另外兩點 那就是c跟d 在這兩條切線上面 有兩個交界叫cd 第二件事情是說 這個cd呢 其實是平行ab的 A嗎 換了這個一回事 那你可以想一下 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這cd是要平行於ab 所以換句話說 在這個圖像裡面出現了一個 你從國中就非常熟悉的圖 有一個三角形 然後你拿兩邊的終點連線 這就是這個平行線 它會是那樣的一個結果 因為是終點 然後它們又平行 所以這個c一定是an d一定是vn的終點 有這個圖像 所以這個圖像給你很多幫助 什麼幫助呢 我們把 我們把這個 要算的這個面積 給個名字 叫做s好了 然後另外一個面積呢 三角形的面積 叫做t 這叫t 所以你第一個可以看出來的事情是 s呢 一定比提大 因為這個 這個黃色圖形 黃色曲線圍層的面積 當然包含了這個三角形 所以它當然比s大 可是呢 外面的部分呢 它跟s相減以後差多少 你可以想一想 它跟s相減以後的面積就是 紅色的部分對不對 黃色的部分 這個紅色的部分有多大? 可不可以用t來做一個公計? 然後你仔細看就發現 這個紅色的部分 它是不是會小於某兩個東西的面積? 也就是三角形 ACO跟三角形DOD的面積嗎? 就這個紅色的區域是不是被 這裡有兩個三角形給夾住 這兩個三角形夾住這個紅色的區域 好 那來看一下ACO跟DOD 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我可不可以知道嗎? 假使三角形大三角形OAD面積到t的話 請問這兩個三角形的面積分別是? 來 給大家動手做一下 別忘了 這是你高中所 國中所熟悉的圖案 好不好 三角形 然後把兩邊的中點連線 連線完畢之後 再把下面的中點 連這條線 連完之後呢 等到一個點 再去做分割 分割出兩個三角形 那兩塊三角形的面積你可不可以用t表示 大家動手直接看 好不好 試試看 問題清楚嗎? 我說請問你這個等於多少p啊? 前面這個刮好 這個方方也會填入 來按 動手試試看 問題清楚嗎? 如果問題沒有清楚的話 你就稍微舉個手 我也把問題再重新講解一次 圖形就在這邊 圖形是這個 圖形是這個 那我的問題是說 這個小三角形 ACO還有VOD 這兩個三角形 我可不可以拿來跟上面畫這個斜線 白色斜線的三角形的面積做個比較 他們的比例我可不可以寫出來 這應該是國中出現吧 對不對? 什麼說出來啊? 答案是四分之一對不對? 四分之一 對不對? 四分之一 好 各自是四分之一 當然很容易可以看 因為這個白色的斜線三角形 是整個大三角形的一半 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分成左右兩塊 這個兩個底是一樣的 高是一樣的 所以斜線三角形跟這個AON是一樣大的 所以它是大三角形的一半 那斜線如果叫T大三角形就是2T 如果是2T的話 這個CD2是多少 四分之二T 所以是二分之T 那既然這個是二分之T 然後這兩塊是一樣大的 所以是四分之T 四分之T 那這兩塊都是一樣大的 因為他們有 這是終點嘛 對不對?同樣很高 所以各自是四分之T 四分之T 所以夾起來是多少 是二分之T 對不對? 二分之一T 好 那當然是大於0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第一步是拿T來估計 這個S 我們用這個三角形來估計S 然後我想辦法去把它的誤差控制一下 我發現它的誤差不會超過T的一半 不會超過T的一半 那你可以持續這個做法 你可以持續這個做法 你可以繼續做下去 你會發現呢 剛才我們是拿這個大大的截面機 用裡面這個三角形來做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 我不會把它文件寫出來 但讓你回去自己做 我會把這個紅色的區域 想成是我一開始那個大大的東西 就是我現在跟這個紅色區域 也做一樣的事情 我把AO的終點找出來 把AO的終點找出來 然後呢 可能剛才說完全類似的事 我就把 這已經是切線了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連到這個地方來 會有一個焦點 對不對? 這個點會是這條線段的終點 然後我就再做一個小三角形 這個小三角形的角色 就是剛才AOB的角色 我都要一個小三角形 這邊也是做類似的事 一樣把OB的終點找出來 然後臉線 這會有一個點 它會是這個線段的終點 一樣的我拿一個小三角形 從內部去B計 去B計 那我再次B計的結果 就是多了這個紅色部分 我會發現呢 它再減掉這兩個突出去的小三角形 這個是AO跟VO 這個怎麼講? 名字有點難講 不寫了 你應該可以自己把它寫出來 四分之一 這個數字 這是第一步剩下的東西 拿T伏器以後 剩下兩個紅色的部分 我再拿三角形來伏器 你會發現三角形算出來 拿去四分之一 兩個 它會借在 它又再一次可以借在 0跟 這個時候你就要拿 下一步的 再畫一個零件 再拿多出來這塊來估計 它會在 四分之一 或者這樣呢 結果 好 那你自己持續這個動作 你不能一直做 做到DN部 做到DN部的結果你會得到 這個S呢 它會借在 T加四分之T 加點點點 加到四的N次房分之T 跟 T加四分之T 加點點點 加到四的N次房分之T 再加一個四的N次房分之T 你會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你持續的做這個動作 好 因為這個動作 我們要把這個版本說給你看 因為那個主要畫得很細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我剛才可以告訴你的事情 就是 第一步 我拿裡面這個三角形 來伏計這個面積 但是我想要知道 多出去的東西的大小 那我可以利用另外兩個三角形 把多出去的東西給框住 然後它的大小跟原本的三角形 規律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是前一次的四分之一 那你就持續做這個動作 你把每次多的東西 都在畫一個用終點構成的三角形 把它加上去 然後把多的部分 再用另外的三角形給框住 不斷去估計它的大小 每次多的部分 就是前一步的那個三角形的四分之一 所以你每次都成了四分之一 那做到這一步之後呢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左邊就是你習慣的集合集數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它寫成什麼樣子 你可以把它寫成P乘上1-公比分之1-4的n加1四方 對不對 可以寫成這樣 好 那右邊呢 也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唯一的區域是多了一個這個傢伙 所以我把它整理一下 我把結果寫在這裡 這個圖我可以 可能可以先插一小部分 你得到的事情之稱 就是S呢 先借在 我們把這個數字成個算一下 這個是 好 三分之四 對不對 所以它是 三分之四P乘上 三分之四 乘上四的 四分之一的n加1次方P 那這邊呢 是這個數字 三分之四P 剪掉 好 可以再加一個四分之一嗎 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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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三分之四 三分之二等四分之一等 等四分之一等 等四分之一 對不對 我沒有算錯 應該沒有 好 你自己回去算一算 好 所以你做到dn步的時候 你得到這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 告訴我們什麼 你可能會想說 我就令n 趨近無限大 對不對 但我令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呢 這個項就不見了 因為四分之一 每次都要乘個四分之一 這樣子 越乘就越小 然後你覺得越乘越小 之後就趨近0 所以你可以把它丟掉 那這個東西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 不行 沒有算錯嗎 你自己算一下 它如果n趨近無限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越來越小 所以0就丟掉了 所以中間這個答案就是 3分之4t 對吧 不過呢 古希拉爾並不是這麼認證的 它的講法是 如果你把3分之4t減過來 它會藉在這兩個數字的中間 好 這個後面呢 就是3分之負1的n4分之1 我們做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看得出來 s-3分之4t這個數字 它的絕對值 它的絕對值 它絕對值應該比左右這兩邊的東西 絕對值比較大的那個人要來的小 所以應該是誰呢 應該是3分之2的次分基的n4分b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日子是對所有的正整數n都是對的 對所有正整數n都是對的 所以你可以做一個結論 因為左邊這個絕對值一定是一個大於等於0的數字 然後呢 對所有的n呢 它又變那個數字小 那你很想想說 這樣就保證這個絕對值一定是0 對不對 因為你覺得n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 這個數字一定可以比任何一個給定的正數來的小才對 那這是對的嗎 這是為什麼 或者是說我們問一個更具體的問題 我現在呢給定了所有的 不所有的 認給一個實數 認給一個實數 那我們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如果這個實數呢是大於0的話 是不是一定保證 我可以找到一個正整數 使得呢 4分之1n 4分之1的n次方會比這個c還行 所以說我們想要問個問題 那你可能會說 這不是很顯然嗎 你能夠認給一個正數c 就這樣一個長度一樣 那你拿4分之1一開始是某個長度 如果它比c要來的長 我就把它再4分之1 如果還是比c來的長 就再4分之1 這樣不再4分之1下去 好像一定要比c來的短才對 那你可以想一下 怎麼證明這件事 為什麼這件事是正確的 或者是我們換一個問題 換另外一個問題 我如果把這個虛數加上4分之1吧 我們就說 是不是可以找一個n 使得呢 換個寫吧 使得n分之1比c小 如果把這句話換成這句話 對不對 這個虛數是不是對的 你認給一個正數 我是不是可以保證 n只要夠大的時候 自然數只要夠大 n分之1就一定會比這個正數還小 那大家都覺得這一定是對的 那我要挑戰大家 你去想一下它為什麼是對的 需要說一個理由 當然不理人一定會認為它是對的 但是我們不理一下 不能決定認為它是對的 好 所以如果你相信這件事 如果這件事情是對的話 那麼從剛才這個論證 你就可以保證 裡面這個絕對值呢 這個絕對值它不能是0以外的數字 它是一個非負的數字 但是如果它是正的話 你只要選n夠大的話 就可以保證 右邊這個數字會比它小 可是你發現 對所有的n 右邊這個數字都比它大 所以它不可以是正的 所以你知道 s要等於3分之4 可以嗎 為什麼這件事情是對的 我就把四分之一 一直成任何的次方 我說它給你一個 任何的正數小 為什麼這件事情不對 對 換個講 就是說不管有多大的數 要把數字一直加 要把數字加 要把數字加 非常好的 同學講說 我現在不管有沒有哪個數字給我 我只要認 應該說認哪個數字給我 你拿一個證書 我只要把這證書一直加 一定會超過60億 那我就會問你 為什麼這件事情是對的 就是說 我有一個 就像線段一樣 有一個線段畫好 我拿另外一個正的線段 我想把另外一個正的線段 一直堆上去 一定會比剛才那個線段差 為什麼無窮多個就會比任何一個人 有線多 剛才有同學講 因為我拿這個線段 可以拿無窮多個堆上去 可是我最後的結論是說 你堆到某一次 有限次的時候 就會超過一開始給你那個線段 那我的問題是說 這是為什麼 問題清楚嗎 問題可能很清楚 也應該很瞎 對不對 就是說 我拿兩線段 就一長一短 然後我就短了 一直堆堆堆堆堆堆 一定會超過這根長 那我的問題是說 為什麼 那你說 因為你小時候看到線段就長這樣 現在看到線段也沒有什麼改變 都是這種樣子 好 我們說確實是 那我們通常在這種字形上 不會給自己太大的麻煩 你會覺得它對的 而且我也會覺得它是對的 以後你們這樣寫 我也會說它是對的 但是我們在課程中的某一個時刻 我還是會告訴你它為什麼是對的 就為什麼這句話是對的 為什麼時數有這個性質 那剛才大家講這個性質 是從這個距離的時數的感覺 從線段的感覺來說 只要你拿兩個線段 其中一個線段一直延伸下去 以成倍數延伸下去 堆疊下去 一定會超過另外一個線段的長度 那這件事情 我們剛才講 這是從你的直觀 從你的眼睛 你的經驗來看 你的生命中 從來並沒有拿過任何的兩個線段 來做這種事情 比如說你專門拿兩個線段做 你發現這個線段 對對對超過它了 你怎麼可以確保 下一次你拿到的另外兩個線段 也會發生某樣的事呢 對吧 所以我要是強調這件事情 你會說那當然 那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傾向是 把已經習慣的規律 外延到我們還沒有看過的事情 而且你相信這種事情是可以這麼做的 可是真的可以這麼做嗎 很多時候都可以 大部分時候都可以 有沒有不可以的時候 我們這個課雖然是講數學 但有時候會有一些廢話 廢話也大家聽一下 有沒有不可以把經驗外延的時候 在你的人生中 有沒有不可以把經驗外延的時候 有嗎 其實歷史這麼多 你就以這個物質世界來說 從物理學的研究 其實每次比較大的突破 都是把以前的經驗外延以後 發現有一些說不懂都不懂的事情 他說找個新的講法 這個新的講法 往往跟你以前的經驗就是大相敬敵 比方說從最早的 什麼哥白尼的地球重心說開始 這是跟你以前大家想的經驗不太一樣的 因為大家都是從地球看外面的世界 沒有想過說 要從外面的世界當作重心點來看 系統會變簡單 那現在還有更別的啊 比如說從紐論以後 一直到這一箱對論 到這一箱對論出來之前 這段時間也是有一套古典的物理 讓大家開始對時間的本質 重新思考 要有相對論 你發現時間根本不是你本來想的那一回事 然後呢 大家對例子也有不同的認識 比如說你以前覺得原子就像球一樣 所以你看那個原子能為人會的圖案 就是什麼球繞著軌道這樣跑 對不對 可是你說從現在物理的角度來看 後來人發現量子的異學 發現說原子根本就不是長那個球的樣子 你根本沒有辦法真的看它 你可以用各種方式去把它攝影 但是不同方式攝影出來 就得到不同的結果 而且你還知道就是 你不去攝影的時候 你只知道機率 你根本沒有辦法確切的知道 它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一切的東西都跟以前的圖像是不一樣的 那當我們把以前的經驗外延到 我們還不知道的事情上的時候 它就很有可能是不可行的 所以呢 我們數學上也是 我剛才講的是拿線段比大小這個經驗 你拿到這兩個線段 你怎麼知道你不會有一天拿到另外兩個線段 這件事情是不錯的 除非你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講法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去講有沒有一個更好的講法 好 好 好 不論如何 到這個地方你應該可以接受 這兩個面積是可以比較的 對吧 好 所以這個黃色區域黃色線條回出來的區域 它的面積是斜線三角形的三分之四倍 那你感覺到有件事情 就是剛才這個考論裡面 我們用到很多東西 我們用到什麼東西 一開始我們不是列了幾條嗎 說CR引雜線的規律嗎 其中一個規律是說 這個O點是MN的終點 第二個是說這個切線 跟這一條連線是平行的 這種事情容不容易看出來 你會發現不是很容易 那今天要給大家出個C第一 我還願意 你們會說O 我英偉 那太好了 好 C第一 這規律是這樣的 這規律只是讓大家暖個身 它跟圍基根本身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因為我們在過程中 還是需要做很多計算 所以讓大家先暖身一下 暖身一下就證明這件事情 可以嗎 證明這兩件事情 那 In terms of coordinates 可以嗎 好 講的更精確一點 因為我通常這個 大家從東東上來 會不太習慣這種比較開放的問題 所以我們幫大家設定一下 好不好 我們假設這個準線跟焦點 分別 分別就是在Y等於負C跟C0 0C 對不起 0C C是一個正數 好不好 好 我已經告訴你了 這是焦點 這是準線 好不好 這是focus x 那我做一個拋物線 就做一個拋物線 就做一個拋物線 抓了一個拋物線 是我的拋物線 那你要做的事情是這樣的 我假的有一個點叫A點 A點會把座標 這拋物線呢 你有興趣自己回去寫一下 就發現它的公式是4CY會等於X0吧 寫一下就會發現這個拋物線的方程式應該是這樣 那麼A點呢 我也幫你設定 它就叫做A 4CY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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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каналY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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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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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就對方 эти拋物線 那你會需要做到什麼事呢 當然在我剛才的題目 gave fu mostrar czyli切部分 所以你得到先寫出通過A點 切於這條拋物線的直線的方程式 你要去導出這個方式 那你會說我沒有學過切線 因為韋汐跟柯老師要先教切線 我才可以寫切線 我們現在暫時先把切線定義成 它是一條直線 通過這個點 並且跟這個拋物線有唯一的焦點 可以嗎? 高通應該有方法做嘛 通過這個點的直線 只剩下什麼可以動? 斜率 你假設有個方程式 通過這個點寫筆你可以去找 你要找的斜率就是 那條直線必須要跟這個拋物線 恰好使用一個焦點 就是那個點 那一點 把這個直線找出來 你就可以寫出一個方式 這畫得不好 這筆也可以畫出來 你可以畫出這兩條直線 你可以把方程式寫出來 你就可以求出N點 對吧? 剩下的地方就直接驗證 所以你要做這個簡單的計算 只要大家做了熱身 好 問題本身有沒有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嗎? 問題的本身 所以我說 這個證明這個古典的規律 用現代的坐標的方法 這也是順便讓大家體會一下 其實在古代人的時代 在這個阿基米的那種年代 2000多年前 他們在得到這些規律的時候 並沒有用坐標 它是印來 所以它這個拋物線 想像圓圖結面的這種方法 印來 它也可以證明這樣的規律 但是我們現在有了坐標的加持以後 你可以很輕易的得到這種規律 你知道這個坐標的發展是在什麼時候 坐標的發展是在16世紀、17世紀這個時間左右 1卡2跟費馬 他們提出坐標要集合的方法 你可能會覺得說坐標要集合哪有什麼了不起 我從國中就用到現在 國中就有XY裡面 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欣賞這樣的東西 你要知道說有這個東西跟沒有這種東西 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因為當你有了坐標以後 你以前用這種綜合的方法 叫Synthetic Method 就是你們這個國中可能說 近在裡面比較喜歡用的這種方法 Synthetic Method可以被取代為代數問題 所有東西都可以化成方程式 比如說所有的切線的問題等等 你都變成公式 所以有了坐標以後 幾何圖像就轉化成方程式的研究 變成方程式的研究 漸漸的我們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可以外延到很多看到圖形的東西上面 所以高微度的空間 研究它的方式並不是透過去看它 而是透過了解它背後的方程式是什麼 方程式的性質、解的性質來了解 所以這是讓大家先有一個經濟準備 就是說我們會漸漸的把這個幾何的引導淡化 我們還是會說到幾何的引導 但是它不是我們最後論證的依據 我們會需要用數字 用這個方程式來做很多討論 好 問題清楚嗎? 喔 對了 這個習題呢 今天這個習題請在下一次上課的時候 就是兩邊厚 因為它能解的那樣子 先測到高中數學了對不對 好 那我們剛才呢 扯了這些補漸大的事情 我們要慢慢的進到這個課裡面 所以講一下 後來 維希哥 請說 我說不能交字 寫在白紙上課就對了 寫在白紙上課 對 不然你要寫在紅色的 也是可以 看得到 看得到自己的 喔 對了 寫心底 關於寫心底 講一下 那個你的計算機 就是你打草稿的習題 不要就這樣交上來 你可以打草稿 當你確定你寫的是正確以後 你才把它填在一張紙上 就不要把你那樣草稿紙就交給我 盡可能寫得清楚 有的同學呢 數字啊 英文字母 也有的都混在一起 比如說1啊 L啊 7啊 每個都長得很像 這會造成批改上的障礙 好不好 所以盡量不要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真正進到維希哥的想法的部分 剛才是告訴你說 長度 面積是比代人分關心的對象 那我們從最規則的圖形出發 漸漸的講到越來越複雜的圖形 到了圓堆曲線 你可以想像在阿基米的那個時代 他已經是非常聰明的人了 但他處理這個問題 想必也費了很大的功夫 他沒有辦法再走到下一步 就沒有辦法走超過圓堆曲線的代理 那這個原因是我們剛才所講的 因為他沒有坐標方法 所以他能夠有的對象 無非就是直線 他延伸出來的一點點的東西 像圓堆曲線 超出這個範圍的圖像要怎麼研究 就必須要透過方程式來研究 後來有了坐標集合以後 再搭配上物以上的一些需要 牛頓跟萊布尼茨就集大成 把當時的很多結構重新整理 然後連接以後發展比較微積分的東西 他有幾個部分 其中一個部分叫做微分 叫微分 或者說求倒數 這個中文叫做倒數derivitives 那想法也很簡單 想法是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函數 假設m 它是一個函數 通常在高中談到函數的時候 你就不免會去談它的圖形 對不對 函數圖形 所以你可能會想像說 這是時數軸x 那我上面可能有一個圖形 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這個樣子 這叫做y等於f of x 所以換句話說 對認同一個點x 我就看代表f裡面的值是多少 然後我就把這個點提升到那個值的高度 如果是負的就跑到下面去 函數圖形 那有函數圖形之後 他們就想要說 如果有一個點在這裡叫做a 那我可不可以了解什麼叫做切線 什麼叫做這個圖形的切線 在這個點的地方的切線 那上面這個點的作標就是a f of a 對嗎 所以什麼是切線 什麼是這個圖形的切線呢 這是他想要回答的問題 那你當然想說 你就說抽象的有一個函數 然後有什麼叫切線 我沒有辦法談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講說 講說切線是什麼的時候 通常實作帳都必須要知道那個函數是什麼 或者是你要知道它的一些性質 你才可以談切線是什麼 那他的想法是這樣子 他的想法是說 切線感覺上就是 某一條線嘛 那應該要很切於那個圖形 但這樣感覺什麼都沒講 他必須要用更好的方式來說 所以他先講 切線以外還有什麼線是我可以了解的 割線對不對 這個點是我關心的點 那除了這個點之外 我也許可以看另外一個點吧 比如說這是 這是 這是A 我給我這樣畫 這樣子 好啊 這裡有個點叫A點 我要看切線的時候 我就不妨先選另外一個點 我找到旁邊的另外一個點 這個點我可以暫時把它叫做X 我也可以把它寫成 A加H的樣子 都可以 找到另外一個點以後 我就可以連一條直線 我就可以連一條直線 因為這是相應的兩點 所以特別重要是它不是A點 這是我們的要求 它不是A點 既然是相應的兩點 我就可以連線 這樣我直線的方式是 請問你可不可以用A跟X來調式 我們用X啊 A跟H來調式 可以 可以嘛 因為這個座標是可以寫得出來的 所以給兩點 你可以把直線的方式寫出來 好 你也知道說我要找直線 直線本身方式沒有那麼重要 它的斜率比較重要 因為我已經有點了 我自己做要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問這條直線的斜率是多少 這個斜率就是它的Y座標相景 這是X M of X 對不對 這個點是A M of A 斜率就是M of X 檢掉一個A 除上X-A 因為我們要求X不是A 所以這個除是合法的 我得到一個數字 然後呢 古代人 不是古代人嗎 你用這個時候的人 他們就說呢 這個是 the slope of the second 這叫割線 好不好 割線 second 好 那他們就開始想說 如果真的有切線 這碼子玩year的話 那它應該是什麼 它應該是什麼 它應該是 割線的極限嘛 所以你把這個另外一個點 慢慢的靠近這個點的時候 上面這個點 想像上 就應該要慢慢的靠近這個點 那剛才這個數字 如果也會慢慢的靠近某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 就應該定成切線的斜率 對不對 所以呢 它給個定義 這定義呢 我打給你 好 the slope of the tangent the slope of the graph at x at a is 好 他說我們就把它弄定 我們說什麼叫做切線斜率呢 就定成這個極限的啊 這個極限也可以另外一個寫法 我也可以用h來寫 我也可以把它寫成是h 去近於0 然後x-a 就是h 對不對 那就是f of a 加h -f of a 這都一樣寫法 好 所以他們說 如果這個極限存在的話 我就把它叫做切線斜率 那通常會有個符號 有的時候會這樣寫 好像f prime a 或者是 也可以寫成bf bx 代 a 也可以這樣寫 都可以 這寫法都是可能的 好 那麼 你知道喔 這個交通是很困難的 因為那個黑板有時候 不知道怎麼分割就比較好 像現在啊 就多了一塊幾塊的空白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這塊空白 來問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問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說 這個極限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這個極限 這個極限 這個符號 這個圈圈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當然是用口語的方式去講的 我們口語的方式去講說 當x非常靠近x 這個比例呢 這個ratio 就要非常靠近某個數字 那個數字就叫做這個圈圈 對吧 這全部都是口語的講法 那我們不能夠一直接受這個口語的講法 我們會慢慢的把這個口語的講法 替代成一個沒有任何疑義的講法 疑義你知道嗎 你們現在衝軌有這個差嗎 疑義 沒有任何疑義 沒有任何疑義 無疑義 沒有任何疑義的講法 這不是這麼好笑的 講說我也沒笑 好 那麼 我們必須要了解這個講法是什麼 不過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 就古代人在了解這個圈圈 是什麼意思之前 他們已經瘋狂的算了很多東西 那原因是因為他真的可以拿來算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先來算幾樣東西 再來就把這個東西講清楚 好 舉例來說 你們當中就已經廢了 對不對 你們當中以前很廢的東西就是 多像式的微分 對吧 當我覺過多像式嘛 好 所以看最簡單的例子啊 比如說 欸 我不要再拿荒物線的 拿個三次的 好了 好不好 來 等一下 做一般的 這個特質比較高段的 所以假設呢 有一條曲線 長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 那 其實我知道 好 它就是 f of x 它就是x的n次方 然後n是一個正整數 n是一個正整數 正整數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選了一個點 叫A點 那這個點呢 就叫做 A A的n次方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問題是說 那切線協率怎麼算 怎麼算在那個點的切線協率呢 那我們就真的follow那個做法來算了 所以你就真的算下去 你發現呢 你例如要去算 f of x 減掉f of a 除上x-a 那就是 x的n次方 減掉a的n次方 除以x-a 那你高中就有學過 上面這個東西有個分解嘛 對不對 它可以寫成 x-a乘上 x的n-1次方 加上x的n-2 乘a 加點點點 加到a的n-1次方 對不對 全部除以x-a 好 然後你發現這個x-a可以消掉嗎 因為這個x-a 寫了很多問題 因為x不是a 所以我可以寫一下 就會發現它就是後面這個東西 然後我也感覺到 當我的點x 當我那個另外一個點 比如說在這裡 在這裡 x 當這個點慢慢靠近a的時候 那這個數字 就是x的n-1次方 就靠近a的n-1次方 對不對 那這個就靠近a的n-2次方 再乘個a 所以這整個數字呢 就會靠近a的n-1 加上a的n-2 乘個2乘B 加點點點 加點點 一直到a的n-1 所以每個項都是a的n-1次方 對不對 有幾個項 有n個項嗎 對不對 從x等0次一次3次到n-1次 所以有n個項 所以是n的a的n-1 所以普代人很快就被取信了 他們認為說 然後這個圖形長這樣 然後我可以真的去算 然後我真的感覺到這個數字 它應該要靠近這個數字 所以我們說 喔 這個導數就是n-1次方 對吧 好 至少對於n是正整數的時候 我感覺到我可以算 算這個東西 我可以很大方地講說 我的切線斜率就是把n拿起來 然後把a搶到1-1次 對吧 這是高中選 那麼來很快樂跟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考虑我不是n是正整數 n多是0的話 就長數函數好不好 就長數函數 長數函數可不可以算這個為分呢 導數比 如果你用長數函數來看 這個f0是長數函數 這個分子就是0嘛 因為不管帶多少都是同一個數字嘛 所以分子是0 分子不是0的東西 所以除外是0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長數函數的話 你相信這個斜率應該就是0 到處都是0 那我反過來問一個問題 假設我有一個函數 我知道它的微分到處都是0 到處都會有一個分 都是0 請問你它是不是長數函數 問題清楚嗎 雖然你還不知道我根本是什麼意思 導數是什麼意思 但我們假裝 先假裝我們知道 我剛才幫我講 這個圈圈叫做導數 就是code the derivative of f and a a嗎 我們稱它做f和a那個點 中文叫導數 有時候也會把它叫做微分 我剛才的問題是說 假使有一個函數了 我們就假設定義在整個時數上面的函數 我剛說你它在每個點都可以微分 那些微分都是0 我的問題是說 它有可能不是常數嗎? 問題清楚嗎? 這個問題你真要想 在這個階段好像也沒那麼簡單 所以你覺得它非得要量不可的 因為如果它不是常數表現什麼 一個函數如果不是常數 那它的圖形會怎麼樣? 有上下起 對不對?有上下起 假設這個函數有個地方高有個地方低 你就想像這個函數圖形這樣 那你覺得中間有可能導數都是0嗎? 導數是切件斜率對不對? 那你覺得它有上下起 你相不相信中間應該有一個別的斜率 應該要跟這個上下起 應該要有一點關係 對吧?好 所以它的想法大概是這樣 假設如果有一個圖形有上下起 那麼我這樣連線以後 把上下起伏連個線 感覺這樣中間應該要有一些點的切線 要跟這條線平行對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種點它的切線情緒 它的directive 就不可能是0嘛 因為它必須要跟這個起伏 這個割線斜率要一樣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因為上下有起伏 然後割線斜率又會等於中間的某些切線斜率 因此只要起伏不是0 中間就會有一些地方 切線斜率不是0對吧? 所以如果有個函數 它的切線斜率到處都是0 那它就應該是搶住函數 它就不可以有起 對吧? 所以一切的關鍵就到了這件事情了 回到另外一個問題 我現在真的有一個函數 頭尾有起伏 問有沒有起伏 我們的問題是問說 頭尾兩個端點連線以後 有一個割線斜率 這個斜率是不是一定會等於 中間某些點的切線的斜率呢? 比如說我圖形這樣判的就不會了 那一樣的 要挑戰大家的事情就是說 那我不看圖形的話 我把它說出來 因為這個是圖形告訴你的 再一次強調 圖形是假的 圖形是假的 圖形是輔助的 為什麼呢? 因為做一個人 你能做的事情 只有有限度的經驗 比如說圖形是怎麼畫出來的 你想一下 國中的時候應該要找大家畫圖形 對不對? 二次函數圖形怎麼畫? 瞄點嘛 你先帶一個紙進去 然後把高度化出來 再帶另外一個紙進去 再把高度化出來 你窮級醫生也只能瞄 有限度的臉 所以你從來沒有真的畫出 那條完整的 二次函數圖形 不管是你也好 或在座所有人 或加上你爸媽一起 沒有人可以畫出 那條完整的 二次函數圖形 那既然你沒有辦法畫出 那條完整的圖形 你沒有說 老實在可以找到這個圖 是哪來的? 你如果很仔細去看它 你會發現 它上面有很多的粉筆 的分子 黏在上面 它是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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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只有有限多顆 為什麼這有限多顆的東西 會讓你相信 所以要透過無限過程 能看出來的事情 所以數學就告訴你 我們不能這樣子 我們要有一套講法 回答說 為什麼這個圖 它是合理的 就是我不看圖 也可以講它是對的 我們怎麼去講它是對的 這在我們後面的課程 慢慢去談 不過這個計算應該沒有問題 我建議大家做個比較 剛才我們在拋物線的問題裡頭 有出一個形體 像你回去算切線的方程式 你用切線方程式 就是用原始的方法來算 也就是說 你找一條直線 它跟拋物線只有一個焦點 你得到一條切線 那樣算出來的斜率 跟你用這種方法去算的斜率 是不是一樣的 請你回去檢驗一下看看 可以嗎 這個問題清楚嗎 這不用加了形體 但是你自己回去做個檢驗 所以你現在有兩種方法 至少對於拋物線 你有兩種方法可以算 切線斜率 一個是用剛才講的 找一條直線 它跟拋物線只有一個焦點 就是你給定那個點 你會得到一個斜率 第二個方法是用這個 用這個檔數的定義方法 來得到一個切線斜率 你做比較 同一條拋物線 用兩個方法算在斜率 是不是一樣的 好 好 下課了 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算是一個比較快的導演 我們今天講到了微分是什麼 下一堂課呢 我們會去談 微分跟積分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們不會真的告訴你積分是什麼 另外呢 我們沒有辦法現在告訴你積分是什麼 要在過幾檔課 那我們下次會講的是微積分基本的定義 然後呢 我們就會真的講一些比較全國的東西 所以希望你們呢 這個今天回去之後 可以趕快再做一些預行 在預行的資料裡面 這我寄給大家信裡面 有一個部分是在講 時數的不間斷性 時數的不間斷性 所以請大家回去呢 先把關於邏輯集能的部分 好好的看完之後 趕快去看關於時數不間斷性的影片 好 那做回預行 好 我們上次很簡單的 拿了一個例子告訴大家說 古代人要求面積 求這個逃互線的面積 逃互線跟顯節出來的面積 發現呢 需要很多的巧思 還有求而的技術 那不過那個時候呢 人類已經有一些想法 就是關於這個論證 希臘人關於這個嚴格論證 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不過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上次有講了一個問題 是說 給了一個正數c 是不是只要n夠大 自然數n夠大的話 那n分c就會比c小 那這個大家都認為是正確的性質 通常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叫做阿基米德性質 因為他是阿基米德在論證的時候 第一次想到這件事情需要去想一下 那我們稍後會來有更深入的探討 關於時數具備什麼樣的性質 我們上次還提到了一點點的微分 對不對 這個倒數 求函數圖形的切切斜率 講了這件事情 微積分呢 也提到過有微分跟積分 像是簡略的介紹的什麼叫微分 什麼叫倒數 切切斜率以後 我們想要來談一下積分的部分 還有談一下他們之間的關聯 所以我們現在來講積分 簡單的說一下積分 integration 積分 好 那積分呢 從我們上次提的 這個球面積的問題 開始 我們想要去問說 如果我有一個 有規律的圖形 比較能夠描述的圖形 除了那些最簡單的 直線更構成的圖形 原構成的圖形以外 如果說這個圖形 它還可以用好的函數來表示的話 我希望可以 討論所有跟它有關的面積 所以我們來設定一下問題 假設呢 有一個函數 叫F 我都不會太嚴格的去 要求F的條件 所以在你的心理念 你會把F 想成是一個 台數圖形 像這個樣子 下面呢 水平的直線 叫X軸 那我現在畫的這條曲線呢 就叫做 Y等於F 它是反應了 你把每個點 X套到F裡面 以後得到的函數值 將它提升到相對應的高度 或是 如果是負的話 就弄到X 走在下方 那我們想要來談面積是什麼 最簡單的面積問題 就是在問這個函數圖形 跟X軸之間所加的一些區域的面積 比方說呢 我們假設從某個點 A點5 順便一提 如果是做比較旁邊的同學 你萬一字看不太清楚 有時候不曉得連結得太小的話 你舉個手跟我講一下 我會把它附送一點 所以我們從某個A點開始 一直到某個點B點 在這裡 選了兩個點 一個區間 自動的在這個圖形上 你看到了幾塊區域 你看了 看到了三個斜線區域 對不對 通常是三個斜線區域的有耗面積 我們就叫做這個函數 從A到B的積分 什麼叫做有耗面積呢 有耗面積的意思是說 凡是在X上方的區域 它的面積 我還沒有告訴你面積是什麼 但假設有面積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把它叫做正面積 多少意思 這個分明不太進化 有兩塊在X頭上方的區域 在X頭下方的區域 我們就用負的來計算 如果我知道這個區域的面積 是什麼意思的話 我們就說下面叫正的 下面叫負的 我把正的減掉負的 正的減掉下面的 再加正的 全部做完之後 這個有耗面積 我們就把它自己做 我們就把它稱作呢 the integral 或是說the definite integral of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然後在這個區間 JB上 它的有耗面積 就稱作呢 定積分 這個叫定 定積分 那麼我要特別把這個東西打個引號 打個引號的意思是說 它是一個不精確的講法 不過它是其他我們概念的全員 它告訴我們說 我要研究這個面積 雖然我還不精確知道它們是什麼 但是我想要去看這樣的東西 如果說這個函數圖形 是個比較有規則的函數圖形的話 你大概也可以去談 它的面積是什麼 比如說這個函數 如果是一些折線構成的函數 那你可能可以想像 這個定積分是什麼意思 因為它圍出來的區域 全部都是一些三角形 或是四天形等等 做出來的區域 這是我們想要問的問題 微積分的起源是什麼呢 起源是說 我已經有了求導數的概念 然後我另外一方面又想要算面積 像這樣的東西 算面積 我可不可以把這兩者做一個連接 發現這個連接是 微積分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步 它之所以稱作微積分就是這個原因 想法是這樣的 想法是說呢 我如果考慮 不要考慮這個A到B 我考慮能從A到某個 某個數字X 這裡有一個數字叫X 這是剛才的難數圖形 YM2或X 那我X是會變的 X是個變數 我不要算到A到B的面積 對不起 我剛才這個順便已經有符號 如果有的話 有這個概念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 A到B的積分 好不好 符號可能會這樣子 我亂寫 就亂寫 如果有 雖然我還沒有告訴你它是什麼 但到時候會是這個東西 那你以前可能已經用過類似的符號了 比如說你高中的時候 已經大量使用這種符號 不過我們將來會把它講清楚 好 那我們先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先來定呢 A of x A of x 這個符號 它是一個數字 它是什麼數字呢 它是assign area sign的就是有符號的 有符號的 有符號的 就是我看面積不是都要想的 是正的 這東西呢 記住這個綠色區域的 有符號面積 可以嗎 在這個符上面 這個綠色的區域 從A到X 有符號面積 我把它叫做A of x 那這個時候跟剛才的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在於說 我那個B會動 我現在可以 假設A是固定的 但是我的B可以動來動去 我不要讓它是個固定的B 我要讓它是個變數X 它變成是一個函數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那個點在移動的時候 這個面積就會 可能會變大變小 它是一個函數 那麼既然它是一個函數 我們可以來想一下 這個函數 如果你把它畫成圖形的話 畫成圖形的話 它應該是這樣 你開始想 這個函數圖形 叫做Y等於A of x 請問大家 這個函數圖形 在A那個點的值是多少 函數 在A那個點的值是0 因為如果你的X就是A的話 根本沒有這個綠色的區域 它是點點的一條件 所以在A點 它的值應該是0 應該是0 如果你的畫 那看這個圖形 如果你把這個X從A點開始 不斷的往右走 你覺得這個函數會變大變小 面積變大 因為這個區域也越多 所以它就不斷的增大 所以感覺上它應該會不斷的變大 這個A of x 的圖形 應該會不斷的變大 那第一次看到這個 紅色的這個點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開始會變小 對不對 所以這個函數可能會 一直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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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大到某個地方以後 就會開始變小 好 那這個開始變小的地方 就是剛才這個紅色的點 我這個比例可能畫的不太一樣 但是你可以了解 那開始變小以後呢 變小到什麼程度呢 到X 都還沒有繼續變 所以你就到某個地方 它可能會在上面或下面 看你這個正的跟出的部分加起來 大小如何 所以它畫起來的圖形看起來像這樣 那你做了一個觀察 你發現一件事情 在這個 紅色的這個點 這個點是什麼 這個點是在 它的附近 面積呢 是最大的可能 當你的X在這個 紅色點的附近變動的時候 這個面積是最大的可能 在它 那在這個圖裡面 你發現 面積是最大的可能 表示這個函數 有一個局部的最大值 所謂局部的最大值 就是 在這個點的附近來看的時候 它是最大的值 那這個最大的值 反映在什麼事情上 模型上就看起來像是 切線是水平的 對不對 切線是水平的 表示什麼 切線是水平的 表示斜率是0 斜率是0 對不對 所以它對應到的事情 是斜率是0 可是在這個圖裡面呢 紅色那個點它發生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是0 函數值是0 函數值是0 所以你想 這個地方是斜率是0 這個地方是函數值是0 對不對 於是你就再測驗一下別的點 在左邊這個點 它的斜率是 它的函數值是正排負的 是正的 但是我不要看函數值 我想看斜率 因為我剛才我看的是斜率 這個點的斜率 切線斜率 你覺得它是正排負的 正的看起來好像是往上 對不對 那在同樣的點 左邊的點 它是什麼東西是正的 函數值是正的 對吧 同樣的道理 在紅色的點 右邊一點點 函數值是負的 所以在這個點的右邊 函數值是 這個切線斜率是負的 所以你發現切線斜率 函數值在圖形的觀察上 是一樣的 那這件事情呢 講得精確一點 其實在做 你要做的結論就是說 會不會其實這個圖形的 切線斜率 如果你把每個點都算出來 它得到的結果 就是左邊的這個圖的函數的圖形 會不會是這樣的 所以實際上結論是是的 我們來算 我們來算這個A' 或者是說 用上次的符號 就是B'A'B'X 我們想要算這個導數 那算導數的時候呢 按照定義來說 是怎麼算的呢 是不是求一個極限 那這個極限呢 我們上次說是選H 極限0對不對 A'X加H 減掉A'X除以H 如果說 我們知道這個極限是什麼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算這個極限 可是呢 現在這個A 它不是一個隨便的函數 它是有它的意思 A的意思是從小A那個點開始算 算F的函數圖形的 有符號的面積算到X為止 那麼A'X加H是什麼 是從小A那個點開始算 一直算到X加H那個點的 有號面積嘛 對吧 那它跟它的相減是什麼意思 相減的話應該就是 我們先把它寫出來喔 它應該是 Sine area of 從X那個點一直到X加H那個點的面積 對不對 這個隨便亂畫的 這個圖形是隨便亂畫的 我那邊畫的其實是負的 我不用負的好了 那你有所疑慮 這個是負的 這是X 這裡是可能X加H 是這塊區域的面積對吧 然後除以H 可以嗎 有沒有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講一下喔 好 再第一次 這個A of X加H 是從小A這個點開始算 一直算到X加H的有號面積 那A of X呢 是從小A開始算 一直算到X的有號面積 它們的差 當然就是從X算到X加H的有號面積 你把這個有號面積除以H 從向上來看 這個H是半年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圖形裡面 是不是這裡有一段直線段 對不對 寬 這個寬叫做H 對不對 你是從X 這是X軸 從X這個點到X加H 所以是寬的角色 當然你的H也可以是負的 負的話就是它在它的左邊 所以它是一個有符號的寬 那麼你想這個面積除上寬 面積除上寬 如果說這個圖形 這個地方不是斜斜的 它是平平的話 就像一個矩形一樣 那面積除上寬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高 對不對 應該是高 那高的話 是這個函數圖形的什麼 函數值嘛 對不對 高 函數圖形的高就是函數值 所以你覺得右邊的這個比例 它其實應該是大略的接近 這個都是不精確的符號 大略的接近 F你在那個點H 對不對 別忘了 這個圖形 這個地方畫了斜斜的這個線 這一段 它是Y等於F of X的圖形 所以呢 左邊的這個斜線 我用色名把它寫出來 左邊這個虛線 這個地方 我現在把它畫實線了 這個綠色的部分 它就是F of X 那右邊的這個曲線呢 就是F of X加H 但是我們人們就想像 當H非常小的時候 這個東西很扁 所以左端的這條直線 垂直線 跟右端的這條垂直線 其實長度蠻靠近 大概就可以用F of X來代替你 所以如果H虛進頂的話 這個比例啊 這個比例就應該要接近F of X 所以大家覺得說 那是不是就是F of X 這個其實就是F of X 所以這個只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嚴格的計算 所以我打個以靠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還沒有用嚴格的方式來講 只是告訴你人們是這麼想這件事情的 所以它告訴我們說 一開始我的出發點是有一個函數叫F of X 那我要研究的是這個函數從某一個點 A點小A 開始算的有耗面積 一直算到X這個動點 那這個動點呢 動的時候 這個有耗面積也會跟著動 也會跟著動 我們不知道這個有耗面積是多少 我想知道 可是呢 我先退而求其次 去了解它的變化 就是我了解它的切線斜率 這樣聽得清楚嗎 我們去了解它的切線斜率 那計算的結果你發現 大概好像可能這個切線斜率就是F of X 也就是原本的函數 就是它本身 所以從原本的函數出發去過面積函數 反過來從面積函數出發去做導數 去做切線斜率函數 會得回原本的函數 所以這個互逆的過程 就是維基分基本的定理 的一部分 你會說這不是全部了嗎 為什麼只是一部分 我們會來講 為什麼只是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這個Philosophy 就是說它進行的規則 應該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本來的目標是要求什麼 是要求這個函數 弧形在AB這個區間上面的定基分 也就是說從A到B的有耗面積嘛 換句話說 我們的目標是要去求 這個定基分呢 按照剛才的講法 它就應該是A在哪個點的函數值 A在哪個點的函數值應該是這個有耗面積 B點 對 按照D嘛 對不對 大A代B就是從小A那個點開始算 算到B那個點的有耗面積嘛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要去求 這個東西是什麼 好 那我有的東西只有 可是我現在只知道 好 兩件事情 好 第一件事情 這個A在A這個點是0 第二件事情是A的導函數 導數就是原本的函數 這是我唯一知道的兩件事情 好 那我想問說這個是什麼 我如果只知道這兩件事情 我要怎麼知道A和B呢 這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我們的問題 去回答這個問題就叫微積分基本定理 可以嗎 問題清楚嗎 問題就是有人有耗面積 那我發現它在這個有耗面積函數 在A那個點的值是0 然後我知道它在其他點的導數 都是原本的函數 那我要怎麼樣來瞭解它 不知道是什麼 那我們先來反過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我先把旁邊留著 反過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假設 假設我們已經找到了一個函數 叫做什麼好 叫做B好了 好不好 再來CVB好了 叫做G好了 好不好 滿足一個條件 滿足什麼條件呢 假設這個G另外 它也可以做打函數 跑去求導數 再來這兩個點 滿足這個條件 也就是說它的導數就可能 剛才我給了那個函數 一開始我給了函數 萬一我不小心找到一個G 因為在你的心裡面 你想的是 我剛才的面積函數 它是滿足這個性質 面積函數滿足這個性質 萬一我不小心找了一個函數 它也滿足這個性質的話 請問你它跟面積函數差多少 所以你覺得如果有一個這個G 滿足這個性質 你覺得它跟面積函數差多少 或者用了比較開放性的問題 這兩個函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問題清楚嗎 我們剛才一開始從一個函數小S出發 從小A那個點開始算有耗面積 得到了一個新的函數 叫做大A 大A of x 然後我發現那個新的函數 它滿足幾個性質 第一個 它在小A的點是0 第二個 它的導函數 導數函數 就是F of x 我說不小心 我又找了也有另外一個函數 它的導數函數跟剛才大A的導數函數 都是同樣的東西 原本的F of x 我們的問題是說 這兩個函數的關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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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基於你在高中時候的 有幾分經驗 高中時候有幾分經驗告訴我們說 兩個函數呢 先相加以後再求導數 應該要等於原本的 先求導數再相加 對不對 如果原本的導數存在 所以譬如說你相信在極限的時候 先相加再求極限 會等於各自求完極限再相加 假設原本兩個極限都存在 對吧 所以不這樣的話 除了加法以外 減法也可以接受 先相減再求極限跟先求極限再相減 會一樣 假如原本兩個極限都存在 那麼你不妨就把它們兩個來接近看吧 所以你考慮G-A 好 考慮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呢 它的導數是多少 它的導數怎麼算 它做分怎麼做 是不是各式做導數相減 對吧 G的導數是F 大A的導數是F 所以導數應該是0 對不對 所以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啊 它的導數是多少呢 就是0 就是0 對不對 它應該比這個 這個導數是0 不然現在這個麥克風 還不理會 好 我們上次有問過大家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還記得嗎 如果有一個函數 它的導數都是0 它最應該是 長數函數 對不對 然後我們說為什麼 還沒有告訴你為什麼 不過你已經先相信它是為什麼 我們有畫了一個示意圖 我們說這個函數如果有高低起體的話 頭尾兩個端點連接起來這個弦的斜率 應該會等於中間某幾點的切線斜率 所以如果切線斜率呢 是0的話 就表示頭尾端點應該是要水平的代格力 不然就會有斜的切線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相信那件事情的話 我就知道 這個G跟A的差其實是 是一個常數函數 對不對 它應該是一個常數函數 不管X在多少 答案都一樣 那麼回到我們最初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要去看定值一分 也就是有耗面積是多少 換句話說是A of B 這是我想要看的 我還知道A of A是0 對不對 從這件事情出發 好 跟我剛才的這兩件事情 合併在一起 好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已經用到了 好 我知道什麼呢 我們是不是發現 G of B 減掉G of A G of B減G of A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A of B 加一個常數 這個常數我把它叫C 好不好 應該是這個東西 減掉A of A加C 對不對 G是A加一個常數 所以你帶V點 它就是A of B加常數 帶A點 它就應該是A of A加常數 對不對 你這樣一寫以後 你發現那個常數就消掉了 常數是沒有影響的 一加一減就消掉了 所以剩下的結果是什麼 A of B減掉A of A 對不對 可是我又知道A of A是0 A of A是0 所以結論就是 我們就回答剛才這邊寫的這個問題 這告訴我們說 A of B 也就是這個面積 我直接寫在上面 這個面積呢 它應該就是G of B減掉G of A 可以嗎 好 我們把剛才這個過程重新整理一下 做個整理 我把它寫成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是這樣 如果G呢 是一個函數 它的導函數就是S 或者是我寫簡單一點 我就不要寫這個X了 就是G的IP 它就是F 那麼 G在頭尾端點 相減的值 就應該是F的函數圖形 從A到B去算的有耗面積 對嗎 這是它的結論 這是它的結論 有時候人們會把這個敘述 稱作為幾分基本定理 有的時候人們會把剛才寫的那個 面積的為分區原本的函數 稱作為幾分基本定理 但不管是哪一個 這個是我們最常會使用的形式 雖然我們還沒有告訴你它為什麼是對的 你會覺得一定告訴你 但還沒有 因為當然有很多打了一套的東西 對不對 打了一套那些東西 我們會在接下來的課程裡面 慢慢的告訴你為什麼那些是正確的 所以它的結論就是這樣 這句話 這句話我們暫時就把它叫做FPC 通常這個Fo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我已經用這個简寫的話這樣子 那你通常不是很簡單嗎 對 但是你要知道 第一個發現這件事情 可以這樣用 而不是很容易的事 它告訴你說呢 我本來是有一台數圖形 我要去求它從A這個點到B這個點的有耗面積 我們可以透過某方式來做 什麼方式呢 就是我去找 我去找這種G 我可不可以找到另外一個函數 它直接去算得到函數 結果算完之後發現就是這個F 如果我可以找得到的話 那麼這個面積就直接把這個G 我找到這個G啊 在頭尾端點相減 相減以後的單就是我要的定級分 Depth Integral 通常這樣的G 這種G 這樣的函數G 很多時候我用縮寫好不好 Function我可能都簡單寫幾個字 打一個點 不然它寫很多字 這樣的G呢 通常是稱作 primitive function Function 可以嗎 中文叫做圓函數 它的圓函數 圓來的圓 你們發現我中文寫得不太好 好 叫做圓函數 所以如果原本有一個函數叫F 什麼叫做它的primitive呢 就是任何一個微分下來是F的函數 那個人就叫做F的一個圓函數 請問你如果我已經找到了一個F的圓函數叫G好了 它還有什麼其他的圓函數呢 還有什麼其他的函數微分下來 可以是F的 加常數對不對 你就把剛才的論證再想一次 假設有另外一個圓函數 換句話說那個圓函數我把它叫H好了 H的導數是F G的導數也是F 那請問你G跟H的X的導數是0嗎 對不對 G跟H的X的導數就是他們各式的導數的X 都是F 相解是0 所以G跟H的X的導數是0 表示他們兩個本身是差一個常數 對不對 因為導數是0就是原本是常數的意思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們說 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給了函數F以後 我到底有沒有原函數呢 是不是有這個G呢 有這種G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如果有的話 還有多少呢 這個問題比較容易 如果有的話 其他的原函數就是這個原函數加上常數 所有可能的常數 加上去 那不管你用的是哪一個原函數 這個定理的結果是不會變的 因為如果你G加一個常數以後 這邊也加了一個常數嘛 所以減的時候不會改變它的答案 所以這是很合理的 可以嗎 這迅速可以接受嗎 好 那一樣的在我們講這個非常嚴格的論證之前 先來看一下幾個小例子 一個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多 我們就用大家最熟悉的函數 所以這個 你最熟悉的應該是常數函數 總標是常數函數 二次函數好了 好不好 就是跑路線好了 跑路線 Y等於X比方 所以我現在的S就是X比方 那我們問的問題也很簡單 我就讓你算從0到1的面積 對不對 0到1的面積 這個高中大家都會了 應該是吧 所以這個符號寫出來的話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這是它的面積嘛 那按照剛才的講法 我們怎麼算面積呢 是要先找一個函數 導數是它 然後帶頭回這樣見 請問誰的導數 誰的導數會是X平方 誰的微分 X平方 應該要是一個三次方的東西 因為我們上次學過X四方的微分嘛 所以你知道說 我應該找個三次方的東西 可是你發現你把它微分下去的時候 有個3在前面 可是這邊沒有3 所以你就把它選不掉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它的原函數 所以如果它的角色是X的話 那這就可以是一個G的可能 那我們說所有的可能就是加上常數 你選定這個哪個常數 這個都可以當作G 那所以呢 按照剛才的說法 這個積分就應該是 你帶3分之X三次方 通常我會喜歡這樣寫 就是把它帶X1跟X0 都帶進去相減 我們會用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出現這個符號就是 分別帶進去相減的意思 所以是3分之1的3次方 減3分之0的3次方 也就是3分之1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你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好像球面積變得還蠻簡單的 比如說之前阿基尼德的 球結區域的面積 那個問題似乎就變得很容易了 你可以回去再做一次 用同樣的玩法再做一次 當然答案會是一樣的 好 但是呢不只這樣 不只這樣 因為我們剛才講這個 只是它計算的觀念 總的來說呢 微積分大概最後被使用 在最初階的應用裡面 就這樣去算積分 那是其中一個目的 很多只要可以寫成積分這樣子的東西 都是我們希望計算的對象 除了面積之外 你應該想說 不會算體積啊 對不對 不會算體積 那可不可以算別的 但我們剛才在算面積的時候 我們的觀念很簡單 觀念就是 一開始有一個東西 像這樣 有一個區域的面積 本來是固定的 可是我固定 故意令這個V呢 其中一個數字去變動 讓它變成一個函數 然後我觀察那個函數的 導函數是什麼 它的導數是什麼 然後我們最後發現說 如果你知道它的導數是什麼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找出它的導數的遠函數 任何一個都可以 然後再頭尾端點相減 這句答案 可是我剛才如果這個不是面積 是別的東西 舉個意思來說好了 假設呢我現在有一顆球 有一顆球長這個樣子 沒有看到 但有一個球 這樣子 那這個球呢 你可以怎麼看它呢 你可以想像 從這個球進去穿過一個X軸 你也沒看到 不過有一個X軸 這是一個球 對不對 想像喔 有一個球 然後這裡有X軸 那我現在就通過X軸 請問你在這個 球啊 X軸的最左端 那個點 坐標是什麼 假設球的半徑是1好了 簡單一點好了 負1-0-0 對不對 如果是XYZ做標的話 好 那麼我現在來算 我想要來算一個東西 我想要算整顆球的體積 好 那我可以怎麼做 我可以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來算呢 我現在這個X軸上挑了一個點 叫小X 然後畫一個平面垂直於這個X軸 我真的不知道我這樣比較有可能 這個X軸就是平面 平面是不是會切這顆球 所以我切下去是一個圖形嗎 對不對 如果有切到的話 切下去之後是什麼圖形 圓形 圓形 也有可能是一個點 對不對 你是不是切到邊邊就是一個點 他也有可能沒切到 那假設你切到一個圓形好了 好 我們現在來算的是 看我還是畫出來 這樣太累了 好 我的意思是說呢 你有一顆球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就拿X軸這樣穿過去 你要想像這是一顆球 好 然後我從這個左端點 這個點是-100對不對 好 我就開始 從他畫一個垂直的平面 垂直於X軸的平面 一直往右移動 一到某個地方以後一切 就一切以後 可能出現了一個圓的形狀 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結面 這裡有一個叫X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平面上 其他這裡有一個結面 我把左邊這個結面 以左的球的體積 這個體積 這個體積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V有X好了 好不好 V有X 好 那同樣的道理 請問當X是-1的時候 V有X是多少 V有-1是多少 就0吧 因為那個平面就是左端點 沒有體積 那你想像當X越來越大的時候 現在體積就有可能越來越大 那大到1的時候 體積就不會再改變了 對吧 不過呢 你可以想 我之前有V有X 古代人的想法 尤其牛頓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就算它的導函數 我們就來算一下V有X的導函數 因為只要我會算它的導函數 那麼我要求出V 什麼多少 V有V 就是整顆球 就V有V 我要求V有V的話 我要怎麼做呢 這是我剛才的做法 我先找到導函數的原函數 然後帶1跟-1相減 就是這個球的答案 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要算V有X的導數 那我也不寫出來 我們很快的導進講一下 你要算V有X的導數需要怎麼做 是不是要先把X動一點點對不對 變成X加H 然後把V有X加H 減掉V有X除以H 對不對 所以我要去算V有X加H 減掉V有X除H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 V有X加H 是這個黃色區域 黃色區域再往右邊一點點的體積 減掉V有X就是黃色區域 它們兩個體積相差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薄片 對不對 有一個薄片的區域 那個薄片呢 它是由X等於X 還有X等於X加H 這兩個平面結出來的球的一個薄片 那這個薄片呢 的體積是多少 這個薄片雖然是一個 不是它的表面雖然斜斜的 但是它很接近一個圓柱 因為這個H很小 你拿兩個平面很靠近 所以你覺得它像一個圓柱 它的體積怎麼算 體積是不是就是結面積 乘上圓柱的厚度嗎 對吧 圓柱的厚度是多少 H 因為我改變H一點點而已 圓柱厚度是H 那結面積呢 結面積是不是很接近 我切下去的地方的面積嗎 所以是這個圓的面積 所以如果我切在X這個地方 我可不可以算出這個圓的面積 是可以的 你可以把這個半徑先算出來 先算出來 所以你可以算出這個面積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圓柱的薄板的 斜斜的圓柱的薄板的體積 除上H以後 它會非常非常接近 這個結面的圓的面積 所以如果我可以知道 隨著X改變的時候 這個結面的面積怎麼改變 我就可以知道V的導彈數是多少 對吧 那我最後要算出體積的話 我只要去求這個導彈數的圓彈數就可以了 那我沒有把它寫出來 是因為現在對我們來做的沒有那麼重要 你有興趣想一想 只是告訴你說 古代人是到這個階段 到了發現V級分基本定義這個階段之後 就覺得世界上非常方便 你要算所有的東西呢 你就先把它動一動 然後動的時候去看它對 動的這個大小的變化率 也就是導數 只要你可以算出這個檔數 那它就去找它的圓彈數 那找圓彈數之後 就可以利用V級分基本定義來算 原本你要的答案 心細如何 可以嗎 好 那麼講到這個地方以後呢 我們就得要進入比較嚴格的部分了 好 我們先休息個三分鐘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我現在分流入 V級分基本定義 那在講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有很多打一號的部分 比方說 在講求極限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打了一號 我們是透過一種直觀的方式來瞭解 然後再講阿基敏的性質 也就是任何一個實數給定之後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正整數超過它 或是說找到一個正整數 N之1會比它小 這個正實數小 那這些東西我們都沒有證明 我們還不知道它是為什麼 雖然符合我們平常的直觀 這個是我們課裡面後面要討論的重點 先從極限開始講 在我們講非常嚴格的論證之前 我想再提幾件事情 希望可以刺激大家去思考很多東西 我們講到極限 有一個概念 叫做連續函數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或是說連續性 一個函數的連續性 它明明很明 明明很明 我來問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隨便給一個函數 假設有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定義在01區間上 也就是說不管你帶0末1裡面的任何一個點 我都會有函數值 請問你這個函數是不是一定要有最大值跟最早值 是不是一定要有最大值 不一定嗎 你可不可以舉一個沒有的例子 是B區間 假設暫時 先假設是B區間 你可不可以舉一個 定義在這個區間上的函數 但是它沒有最大值 你可不可以舉一個這種例子 Tension兩端點你要定成 水分棒 有同學說定Tension嗎 Tension的話呢 你知道它 其實Tension要調整一下 那不是二輪子拍嗎 有同學要二輪子拍 好 Tension的圖景 Tension圖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它沒有最大值 然後你把二輪子拍二點的 還入止水分定個別的 比如說定成0好了 好不好 所以我現在這個函數呢 就是Tension 但是在二輪子拍那個點 是定為0 這個函數就沒有最大值 那有沒有最小值 有喔 是這個點 那你可不可以做一個 沒有最大值也沒有最小值的例子 有人就做另外一部分 就這樣 然後兩個地區就沒有最大值最小值 好 所以你發現這件事情 並不是每個函數都會有最大值最小值 那你覺得它沒有最大值最小值的原因在哪裡 有丁一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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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指定整個二分子拍 在二分子拍指定了0 就在這邊水天丁也定了0 有人說沒有連續 沒有連續你的感覺就是說 函數在那個地方突然跳下來了 對吧 反正它應該一直往上跑 結果它怎麼突然跳到這麼下面 它不是連續的 那麼假設是連續 什麼是連續呢 連續是什麼意思 當我說一個函數是連續的意思 我說一個函數是連續的意思是 你們覺得應該什麼意思 有的同學講的是標準的答案 就說極限值要等於函數值 有的同學講說不間斷 什麼叫不間斷 連續就是不間斷 對不對 所以如果講不間斷的話 不算是回答這個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數學的想法 剛才有同學提到說極限值的函數值 雖然我們還沒有講極限是什麼 不過我們先來比一下 我們說呢 有一個函數 我們假設它是定義在 在一個區間裡面好了 這個區間我們隨便寫一個符號 叫I好了 那個是一個名字 那不是很重要 在某個區間上有定義的函數 這個函數 is continuous 我們說它是連續的 在某個點好了 就說它在某個點 在某個A點好了 在I裡面 在這個區間裡面的某個點 所以你心中想 就是有一個區間 叫做I 問的函數 也就是想一個圖形 我說這個函數呢 在A那個點是連續的 那個點叫A 函數在A點連續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極限值等於函數值 就是當X靠近A的時候 這個函數的極限就是它的函數值 A嗎? 當然 一樣的 我這都會答1 因為我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不過有人會喜歡把這個當作一個定義 極限值等於函數值我們就是它連續 那我們說它是在A那個點連續 對不對?在A那個點連續 那如果它是每個點都連續 我們就說它是一個連續的函數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覺得好像就是沒有斷標的意思 極限值 函數值可能在這裡 對不對? 那你希望它的極限值 你應該要是函數值 所以你覺得它是連續的意思 我們再直接承認這一個極限 我們還沒有嚴格定義 但我們先承認有一個概念 這都連續 換句話說極限值得連續函數值 好 連續函數很好 給了 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現在如果是在一個區間上面 01開區間好了 01開區間上面 你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是連續函數 但是沒有最大值 也沒有最小值 就看看那個也可以嘛 對不對 大家一問是tengent 對不對? tengent 好 你不要0.1 我為什麼要寫0.1呢? 好 好 這個例子就是一個例子 這個函數呢 因為左右短點不見了 所以它可以無限次的變大 所以它沒有最大值也沒有最小值 於是你就開始想 如果把左右短點補進去的話 它會不會有最大值最小值 是不是一定要有最大值最小值 如果說我今天有個連續函數 它是定義在一個有界區間 而且還有關聯喔 它是連續的 你覺得它是不是一定要有最大值最小值 你覺得一定要有對不對? 為什麼? 在一個有界區間很有關聯 為什麼連續函數應該要有最大值最小值 當然直觀上你會說 因為它必須不管再怎麼跑 一定要回來 對不對? 所以既然要回來 應該要有一個跑到最下面的地方 跟最上面的地方 但這個講法是不精確的 是不精確的 雖然最後它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稍後會告訴大家 如果現在有個區間 它有短點 兩邊短點都有 那這上面的連續函數 它會有最大值也會有最大值 那這樣換有問題 當初我們發現是要有界的區間 把短點補進去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是連續函數 但它定義在一個沒有在圍的區間上面 然後沒有最大值就倒數 有沒有這種例子? 比如說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 是定義在一個十數線上的函數 然後它沒有最大值也沒有最小值 沒有最大值 F5S就是x 就是一個例子 對不對? 這個函數x就是一個例子 它是一個連續函數 但是它可以無限次的變大 也可以無限次的變小 所以你發現只要這個區間 不是一個有範圍的區間的話 是有可能發生沒有最大值得到的狀態 所以我們剛剛講這個現象 似乎是必要的 在現象的討論裡面 我們說要有界定 這區間F有界似乎是必要的 所以你覺得呢 這個連續函數好像還算符合連時關 雖然你還不知道為什麼 但你絕大符合連時關 應該有最大值最早值 那我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現在考慮一條曲線 什麼叫一條曲線呢? 曲線指的是從一個線段出發 把這個線段對應到平面上的一個軌跡 這樣的軌跡 這叫一條曲線 如果你已經做了預期的話 我講的就是一個映射 如果有一個映射 有一個映射 這叫做一條曲線 通常你會把它叫做一條參數曲線 你就把左邊想成是時間軸 如果用你們物語的想法 時間軸在演進的時候 從某一段時間裡面 你看它跑出來的樣子 得到一條軌跡 這就是一個映射 這個映射具體寫出來 應該怎麼寫 應該要有兩個函數 要有X座標跟Y座標 對不對 所以它應該要有任何一個點的 X of D 跟Y of D 兩個座標 這叫F of D 我現在考慮兩個函數 我考慮一個映射 從這個區間印到平面上 你覺得如果我要講出這條曲線 是連續的 我應該怎麼寫 我說怎麼樣的一個映射F 會使得我會把這條曲線 稱作一個連續的曲線 參數曲線 我們應該怎麼定義會比較好 有兩個函數 X跟Y 對不對 你覺得我們應該說 X跟Y要滿足什麼條件的話 我就會說這條曲線是連續的 X跟Y都要連續 對不對 所以X跟Y都是連續函數的話 我就相信這條曲線是連續的 當然 剛才我們已經講了 連續函數好像很接近你經驗中畫的函數 所以你也相信這個定義是良好的 我們再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我們這個地方說 我們說這條參數曲線 它是連續的意思是說 X跟Y都是 都是連續的 好不好 我們說這條參數曲線呢 它是連續的 意思是說 兩個坐標函數都是連續的 採用這個定義 當然這個是兩個以後 我們還不精確知道它的意思 我們來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有一條 連續的 翻數曲線 叫做F好了 從時數出發 我們就從時數出發送到平面 可以嗎 是不是可以有一條參數曲線 就是把時數線隨著時間走 就可以在平面上來亂畫 使得呢 學過音色的話應該知道什麼叫像極吧 對不對 像極就是把每個點都送過來 然後把它收集起來 對不對 使得呢 像極就是整個理念 好 這是一個問題 問題清楚嗎 問題就是說 我現在已經有了連續的概念了 我知道什麼叫連續函數 什麼叫連續函數 連續函數指的就是 隨著時間 演進的時候 我的兩個坐標函數都是連續函數 連續曲線 連續的參數曲線 那我們的問題是說 我可不可以有一條 把整個平面都填滿的連續的參數曲線 聽清楚嗎 那你要想像一下喔 你平常呢 可能小時候你啊 都在這張紙上 你還是不開始在那邊亂畫 一直畫 畫好畫 然後你畫 你麻煩你再怎麼畫 這個平面這張紙 好像都不會被你畫得很滿 那你會覺得很滿 有一些那個墨水 你覺得它暈開了 那畢竟不是一條真正的曲線 所以你這樣畫的時候 你畫了夠久了 這個平面看起來就是還挺技術的 有很多空白的印象 那我們就問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我說 我就讓你時間可以延伸到平線的話 我可不可以畫滿整個平面 但是你是拿很細的線在那邊畫 我可不可以把整個平面給畫滿 那前提的要求是它是連續的 可以嗎 是一條連續的曲線 可以畫滿嗎 這個問題是讓你去想說 我們剛才講連續函數 連續曲線 你覺得它是符合你的經驗 可是你採用的定義 是一個很奇怪的定義 你採用的定義是極限值 要等於函數值這個定義 如果你採用這個定義的話 它到底跟你真正想像的沒有斷掉 是差了多少 是差了多少 那如果它是沒有斷掉的 就是你經驗中的曲線 你經驗中的曲線 是沒有辦法把平面填滿的 再怎麼畫都會很稀疏 那我們現在問的問題是說 可是我現在問的是數學問題 我採用這個定義 採用這個連續的定義 我可不可以有一條曲線 連續的參數曲線 它的影像是把整個平面給填滿的 才會做到很好 那當然你說時速線太可怕了 還是太長了 對不對 太長了不太容易思考 我們想簡單一點 我不要用時速線好了 我就用01曲線好了 好不好 就是一個線段 我只讓你走有限時間 從時間0走到時間1 我問的問題是說 可不可以找到一個連續函數 它把三角形給填滿 好不好 不要整個平面 就一個三角形 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可不可以做到 是否存在連續的 continuous的整形 使得呢 它的影像就是整個三角形 這整個三角形喔 是裡面所有的部分 可不可以存在這樣的連續來處 如果是直觀上來說的話 是不可贏的 因為你怎麼畫都應該會很急舒服 因為線是很遠的 數學上到底有一個 選不選那種連續來處 要猜一下好了 有人猜可以嗎 因為這樣問題應該是可以對不對 那你想一下 那個可以應該是怎麼做出來的 換句話說 它是我完全數學的問題 我們的問題就是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找兩個函數 就是坐標函數 x of t y of t 它們是連續函數 然後呢 你把影像全部找出來以後 它就剛好是整個三角形 沒有漏掉任何的點 答案是可以做到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 寫不寫得下來這個函數 你如果隨便寫兩個函數的話 大部分你都會發現不行 比如說你用多項式來寫 用三角函數來寫 你怎麼寫 你都會發現這個結論是不對的 但是數學上是可以做到的 將來有機會 我們會來看 為什麼可以做到 這個結果呢 叫做皮亞末的曲線 這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 大家在討論這些微積分 數學分析的嚴格性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例子 它告訴我們說 我們雖然是受到自然界的啟發 受到視覺影像的啟發 來提出很多概念跟思考 可是呢 我們不能夠無限次的覺得 它跟數學上的定義是一致的 比方說 我們數學上採用了一個連續的定義 就是極限寫的每一台數值 但是它會不會可以無限次的 跟你平常的日常生活經驗 連續的容易結合的 答案是不一定可以 這個例子告訴你 是不行的 可以嗎